据台湾媒体报道 修杰凯和贾静雯近日忙着飞来飞去到处工作 但为了陪伴女儿还是特地回台一天 尽管疲惫也在所不惜 而在这段日子 梧桐妹也就坚韧起爸妈的角色 在家陪着布布和波妞 除了前几天一起跳舞以外 还带着妹妹去看了小黄人 玩得不亦乐乎 据悉 当日布布一看到小黄人就冲上去 小手轻抓眼睛部分 转头望向远方 似乎就在说帮我拍照 下一张直接踢进公仔 笑得有些害羞 而且他穿着百家绿色的帽T 黑白相间的裤袜 头上还用黄色头饰绑着小啾啾 非常可爱